Aaron,很多女生都在问我如何让唇妆不脱妆 那么作为彩妆开发的你,快来帮帮我们吧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一定很多人都想知道 我们会发现身边的女孩子们现在越来越精致了 不同的时节,搭配不同的妆容,总会让人眼前一亮 而唇妆可以说是整个面部妆容之中的顶精致笔了 今天的心情怎么样,给别人什么样的气色 全靠唇妆来衬托 而大家在化唇部妆容的时候,最容易出现的问题莫过于脱妆了 特别是去别人家做客,情侣约会,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 这个时候如果你出现脱妆脱色,那简直太尴尬了 甚至有些女孩子为了担心吃饭脱妆,拒绝了各种美食 再加上现在疫情期间,大家出门都必戴口罩 随着呼吸当中水分的排出,水分很容易堆积在唇部 那口罩之下的唇妆就很容易化妆 那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唇部不脱妆呢? 除了选择适合的产品之外,正确的化妆步骤和技巧 可以帮助大家更持久地维持着妆效 第一点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要学会做唇部的打底 我们都知道,面部底妆都是需要打底,才能有更持久更自然的妆效的 同样的,唇部也是可以使用我们的爱多美无色润唇膏 因为它不只可以让唇唇保持湿润,还可以形成一层膜 让唇部更平整,上色也更均匀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我们的口红花妆 第二就是大家在涂完口红的时候,尽量可以轻轻地按压一下 可以用我们的手指,这样轻轻地按压 也可以用唇刷,唇妆是属于浮着在人体皮肤表面的东西 在没有完全贴合在皮肤上之前,很容易掉色 这样用手动按压规整一下,可以让唇膏口红贴合得更紧实 更不容易脱色 第三点呢,就是大家在涂完唇部的妆容的时候 可以用指尖再轻轻抿去多余的口红的料体 这样的处理不仅可以让哑光的妆效更有质感,还非常的持久 而且有的口红颜色太深,不太日常 这样做可以让颜色稍稍地降低一些,显得更自然,更日常 而如果你想要做更深的颜色的话 在这一步处理好之后,可以再进行叠加 第四点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唇部也是需要做定妆的 大家可以占取一点点的散粉,轻轻地铺在已经化好的唇妆之上 你会发现,它的妆效和持久性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果这个时候你觉得颜色不够深,你可以再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叠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